大家好呀,我是圆圆 一十八小时就为了吃上一口凤梨酥 酸酸甜甜像做吊渣 造型非常的逼真,好看又好吃 抓紧收藏,错过就再也找不到这么详细的教程了 没有买到凤梨,就买了两个小菠萝代替 先把两头切掉,再笑掉糊糊的外衣 如果你嫌麻烦,建议让老板帮忙处理好 顺着纹路将这些黑色的小孔切掉 接着将菠萝一分为四 去掉中间的硬仙,不然会影响口感 先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搅碎机搅碎 装进锅内袋,将汁水挤出来 锅内出来的果肉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用大火将菠萝汁煮开 然后转中小火继续煮 把这些葡萝撇掉,就不用一直锁在锅边吗 每隔十分钟看一下 煮着烫着浓稠,变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时把果肉倒进来 加80克的白糖 糖的用量根据自己的喜好食量的增加或是减少 另外我还加了70克的麦芽糖 增加速度的同时又可以提高成品的粘合性 使下料更加容易抱团 所以家里有的一定要放 加20克黄油,没有也可以不放 最后煎颜色加深,可以成团 煮过,装进碗里入冰箱满藏备用 现在做好了,接下来咱们开始做酥皮 中筋面粉200克,猪油24克,糖分20克,清水80克 搅拌成面絮后下手揉成面团 第一次我们揉水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转起保鲜袋里,送吃10分钟 10分钟后咱们鸡肉揉 这样很轻松就能把面团给人光滑了 像这个样子就对了,稍稍赶肠,抓紧保鲜袋里 入冰箱冷藏送吃两个小时 接下来咱们开始做油酥 递进面粉140克,中间开一个窝窝 加60克的猪油 用刮板将周围的面粉往中间刮 用手搓匀就可以了 整理成团,放在油纸上 上面盖起来,直至一个长方形 拿出擀面杖,将其擀均匀 换几笔箱里,冷藏备用 是冷藏,不需要冷冻哦 油皮松制好了,咱们给它拿出来 用擀面杖擀开,擀薄 擀成长方形 大小是油酥的两倍大 药可以完全包住我们的油酥 将油酥放在正中间 两边的面片向内折起来 两头接口处一定要给它捏紧实 放着肉酥 包好之后呢,给它擀开擀肠 如果有气泡要用排气针或是牙签调破 两头不准其的地方就直接给它切掉 现在进行第一次三折 装进保鲜袋松弛十分钟 接着再次擀开擀薄 用力不要过大,要轻一些 不准其的两头还是一样切掉就好 进行第二次三折 装进保鲜袋里 再次松弛十分钟 最后再给它擀开 我们的酥皮就算是做好了 切开来看看 分心分泌 这次的开酥非常完美 用刀切成一到两毫米厚的细条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编织了 具体说法可要认真看好哦 横竖各十条 每一次咱们把它压在下面的翻上来 再放上一条 又收回去 就这样一直重复 直到全部编完 说实话 这是我做过最复杂的一次 比上次的米枣酥还要麻烦 多出来的这些给它切掉 表面要刷一层蛋清 表面要刷一层蛋清 占得更挠 取50克馅料 搓成团 放在酥皮的一角 然后包起来 两头多出来的部分切掉 然后再按紧实 其中一头有工具压出一个窝窝 后面有大作用 所有接口处刷上蛋清 防止裂开 忙活了一整天 终于饱完了 起锅烧油 剪筷子冒泡泡 开始下锅炸 全程用小火就好 火不要太大 期间用筷子不停拨动 保持树热均匀 炸至表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啦 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 还要放上空气凤泥 装饰一下 完美 现在就可以拍照 发朋友圈啦 嘿 是不是越来越佩服我啦 咬上一口 酥脆掉渣 酸酸甜甜的 好吃到更没停得下来 喜欢就赶紧多说试试吧 我是圆圆 关注节奏更多美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